其实Tesla近日的表现是不错的 不过昨天因为美股近美股出现回调的状况 所以Tesla昨天跌了超过1.7% 去回907元这些位置 如果比较谨慎的投资者 可能不妨多看一两个交易日 看到Tesla依然靠在900美元之上 然后才抵抗港股的电动车股 比较安全一些 如果对应一些进取投资者 其实现时的水平来吸入中资电动车股 我觉得这个风险也不是那么大